历史巨无路第一集 在古代最倒霉的事 就是你家的远房亲戚 犯了诸九族的重罪 那你说那些被牵连的远房亲戚 为什么不逃跑呢 举个例子 这一天你被方府的众家丁 丢出了大门 你破狗大骂姓方的 你小时候还吃过我们家仨早上的 你官做大了就不认穷亲戚了 我不就想要个支线当当吗 至于干我吗 你气愤的坐上马车打道回府 走之前还不把回头骂一句 小人你迟早遭报应 可还没坐多远 你就被官兵扣下了 你很纳闷 我也没酒驾呀 难道是因为马随地大有便呀 官兵说了 你的亲戚方笑如反事了 你先是一愣 然后窃喜 报应来的可真快呀 什么罪严重吗 猪十足 这下你和马都尿了 猪十足什么概念呀 凡是朋友圈给你点过赞的 还是没给你点过赞的 都会被咔嚓掉 就连你家院子里的蚂蚁窝 都得拿开水给它烫了 你心想这倒霉亲戚 服一天没带着我 有罪倒是同当了呀 这天猪地叫来了方笑如 你觉得是前老板好 还是我这个县任老板好啊 一般人啊 要是听到这种送命题 肯定会笑着说 老板当然是您好了 老方却说了 前人好 不过我对身上您特别尊敬 宫里关于您的坏话 都是我传的 奇怪的是啊 猪地没有生气 算了 如果你能告诉大家 我这个县任老板也不错 我就饶了你 不然啊 我就猪你九足 九足 十足我也不说 一夜之间姓房都不姓房了 什么一父舅妈老叔 二舅三大爷家 是哀生一片 以前八姐方家的豪神 肠子都灰青了 最怨的还是小刘 前天刚喝了一杯拜师酒 没想到今天 就要喝沙头酒了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自己死定了 怎么不赶紧通知 老家的亲戚们跑路呢 谁帮你送信啊 谁敢帮你 谁就是十足范围内了 即便是真有不怕死的意识 他也得跑得过 官府的逮捕令才行 比赛开始了 你首先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你挑了一匹快马 一记绝尘冲出家门 而这时候奉旨公差 得先去兵部车架司领一幅 手续很繁琐 上面注明谁领的 要去哪干什么 注意 这将是整场比赛 你仅有的领先时刻 公差因为有了一幅 是一路绿灯 而你每到一个关卡 得编理由排长队 公差们还会在腰上 挂上一个铃铛 效果类似于警笛 还有更狠的 朱元璋规定 一站系统每十里 就得射一铺 因为有的地形 假如不允许十里设一铺 各备地方会出现八里铺 十二里铺 武零卖转里的十八里铺 就是这么来的 而你就比较惨了 你是中干一胆 不用休息 可马总得吃草吧 人家公差 却可以坐到一铺一换马 就跟F1赛车 换轮子一样流畅 没走多远 你的马就不干了 好家伙 我参加的是大人马拉松 感情对方是万人接力赛呀 等你把心送到 亲戚们早已被压到大佬 吃了好几顿的热壶饭了 猪十足就真的逃不了吗 假如你还是方小如的倒霉亲戚 你干完农活 回家只发现 家门口围了好几圈的官兵 你趴在墙角 看着家人们一个一个被带走 咋办 去外乡躲躲呗 问题来了 你没有录影啊 在明朝想出眼门 必须得有官府发放的录影 更倒霉的是 你走了两步 发现满城都张贴了你的悬赏令 你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的命啊 竟然能这么值钱 不知道是老天开了眼 还是城门官没看脸 第二天啊 你在人群中混出了城 你以为去了外乡就安全了吗 你刚找到了个偏僻的村子 准备落脚 一大堆中年妇女就围了上来 小伙子打哪来啊 干什么的啊 这可不是看精神 要给你介绍对象 在明朝你什么职业 家里几口 接换邻居必须得清楚 否则也得治罪 现在摆在你面前 有两个选择 第一投奔虎狼当口粮 第二投奔山上的土匪 你想了想 土匪再去的也不能吃了我吧 于是硬着头皮迈步上了山 果然啊 土匪看到你是夹道欢迎 又是美食又是美酒 你痛哭流涕的 跪倒在大当家面前 对他说了 我要学那豹子头临冲 誓死效忠 我的说号就叫愣头青 第二天就醒了 你发现自己被五花大蟒的 送到了衙门 看着土匪们拿着赏银 潇洒的离去 你感慨了最后一局 姓方的我招你惹你了呀 古代士兵真的会拎着 一串脑袋回去领进攻吗 你想想那画面 两军开战打到一半 对面全都蹲下来拉脑袋 哑不哑先放一边 拉脑袋的时候 就不怕别人偷袭吗 那古代士兵怎么胜着加薪 又为什么会心甘情愿的上战场呢 举个例子 你是一个秦国的有志青年 这天你暗恋的村花 鲜美一笑 说了 你和张书生 谁先当上大官 我就嫁给谁 你开心的不得了 心想张书生每天就知道看书 能有什么出息啊 我马上就要去当兵了 到时候随便领了脑袋 立了军功 孙华还不得上赶着嫁给我呀 这军功到底有啥用呢 田地房产仆人都好理解 单说这军中围观 福利就好到爆炸 别说你了 就连你家的马 以后都得吃黄粮 你兴奋的奔向了战场 使劲揉揉眼睛 敌人顶的哪是脑袋官啊 这不是我的大夫人 二夫人和三夫人吗 不过我刚开打 你就后悔了 你差点飞了半条胳膊 才搞来了一个脑袋官 你也顾不上胳膊上的伤了 急匆匆的跑到军官面前 大喊道 我要换军功 换军功 领导冷笑道 咱们家看的可是净利润 这一战你们对杀的还没死得多呢 没给你们发布到边疆种小米 就不错了 你的这颗人头啊 就当敌罪了 骗子虚假宣传 你骂骂咧咧的走出营帐 可骂归骂 村花还得想办法取啊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立军功了吗 当然有 最快的办法就是加入精英部门 这个精英部门要求很严格 只要18个人 而且待遇也不是一般的好 别人出生前那是迎风啃冷魔 你们却有领导在大营里 吃好肉喝好酒 你端起酒杯 都要感谢领导的大力栽培 领导却抢先一步 举杯说道 各位多吃点 吃了这顿还不知道有没有下顿了 这下明白了吗 你们叫陷阵死士 通俗点说就是赶死队 总体来说就是哪里危险点哪里 什么登墙破门 夺旗斩帅 都是你们的活 是成了军功领先一步 是不成投胎领先一步 你只干了一次 就屁滚尿流的 逃回了原来的队伍 难道就没有一种 低风险的立功方式 你动起了坏心思 敌营的人头是人头 老乡的人头就不是人头了吗 瞧瞧我这聪明的小脑袋瓜 不如我来个杀凉冒功吧 可这真操作起来 难度系数又不低 两军交战 哪个正型老乡敢磕着瓜子 在那看热闹啊 那如果我半夜溜出去 捡了个落单的老乡呢 回了军营怎么解释 总不能说你半夜上厕所 顺便去敌营 杀了个七进七出吧 就算你真走狗水运 半夜出门 黑捡了个脑袋瓜 也没啥用 上厕的人头要攻势三天 看看有没有施主认领 还要让俘虏出面指认 这个人头是不是他们的人 别急还没完 和你一队的士兵 还得帮你作证 这个人头真是你从战场上 拿回来的 如果造假全队一起判 你算是想明白了 既然自己命不够硬 岛不够肥 还是老老实实 熬自立吧 只要狗猪别死 军功慢慢总会有的 你的部门要是运气好 打了两次胜仗 别说你了 连火作军都得跟着沾上光 终于经过几年的猥琐发育 你从小队长熬成了中队长 打仗前喊的话 也从兄弟们跟我冲 变成了兄弟们给我上 你很知足 觉得是时候跟存华提亲了 就在这时候意外出现了 你们军中来了一个谋士 专门负责给领导出谋划策 只要他动动嘴 你们就得跑断腿 关键是人家不背锅呀 打赢了是人家策略高 打输了 就是你们执行不到位 你很生气 拉开了领导的营帐 想跟谋士理论理论 谋士一抬头 你愣了 哭着说 张书生 还是你们读书好啊 流放宁固塔 到底有多恐怖呢 以前看真欢传的时候 我就纳闷 怎么真假去宁固塔转一圈 纯情的真娘将就直接黑化 对皇帝痛下杀手了呢 看完这期 你会发现 真欢还是太仁慈了 这宁固塔到底是哪啊 看地图就这儿 东北牡丹江市 西南一点 现在这儿是知名景点雪香 去一趟要票 当年去一趟 可是要命的 举个例子 你是当朝出了名的建臣 所以有一天 你把皇帝见几眼了 杀了你吧 显得自己小心眼 不杀你吧 看着实在心烦 于是你被流放宁固塔 成了一名流人 到宁固塔要走多久呢 从北京出发 得走三个多月 每天必须走过五十里 这是朝廷规定的此处 多走一步 都得给你转回来 如果你的小程序 部署排名 绑一大哥 每天都是几万步 你是不是该圈他一架 问他是不是快到宁固塔了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朝廷规定 你每天的饭 只有二百五十克 就这点吃的 能不能吃得上 还得看牙医们的心情 他饿了 你就得少吃点 也算能量守恒了 更臭罪的是 你还得带上二十斤的木架 十几斤的脚料 用锁链 跟所有流人穿在一起 晚上也不能摘 不让你多年的梦游症 可算是给你治好了 什么时候最轻松呢 就是上厕所那两分钟 你说截手 牙医们 很快发见了伯子 那我每天多上几次厕所 不就得了吗 刚开始牙医还信 后来真想上 牙医们也不给你解了 你怒吼道 真把我憋死在路上 你们负得起刺吗 牙医们冷笑道 我们的任务是把你带到 活得死的区别不大 不算你被老虎 吃的就成一根胳膊 我们带着胳膊去 也算交差了 牙医们最怕的是有犯人逃跑 逃几个就得留下几个牙医补缺 所以对待逃犯 牙医们从来不心思手软 昨天就有几个年轻小伙子逃跑 今天就变成几根胳膊了 比逃跑更严重的是迟到 真要晚到了胳膊月 犯人留下 牙医们就得换上你们的球服 直接被留到西域去了 所以走得慢的犯人 会被无情水果棍伺候 实在走不动的 也就变成胳膊了 比犯人更惨的是女犯人 想得开的还能换口肉吃 大人 我也想伺候各位老爷们 你也想伺候 想 就要给我肉吃 不过这招你可用不了 因为没有女牙医 不缠肉的又变成胳膊了 想要真还一家被流放时 妹妹才几岁 你说她能不恨吗 到了凝固塔 你会发现 留人的地位还不如牲口那 留人会被分成两种 当差的和为奴的 与披甲人为奴 说的就是这第二种 其实这披甲人也是孔面人 一般都是外来的降兵 平时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搞基建 一打起仗来就得披甲上阵 给这些人当努力 简单来说就是认主子再割 女留犯被当成了披甲人的玩物 而男的也就是个误了 鸣鼓塔的工作倒不复杂 就这些工作量 足够从早上四点一直干到半夜的 为什么说留人不如牲口呢 到了冬天你还得去打围 简单来说就是一大群人 把野兽围起来打死 这打围缺了你们可不行 不是因为你们枪法有多好啊 而是没你们到幼儿 野兽也不来啊 披甲人可不扯得用珍贵的牲口当儿 幸运的是 你有官府背景 被分成了当差的那一派 地位总算是赶上牲口了 平时主要负责在披甲人家里 干个体力活 可即便这样 几个月后啊 你还是被冻掉了不少根手指头 你开始怀疑文人的骨气 真的比手指都重要吧 终于啊 你开始用你熟练的知乎者 也拍上了披甲人的马屁 并顺利成为了他家傻儿子的教主先生 这天皇帝心血来潮 派人来宁古塔 看看你还见不见了 你心想犯人的机会终于来了 以你现在这马屁功夫 回去还不得当个宰相啊 你紧紧的拉着传令官的手 请大人务必转告圣上 连婆虽老尚能犯 传令官啊 也挺够意思的 回去就跟皇帝说了 他说他在那挺好的 一定能吃好几碗饭的 皇帝气得一拍桌子 那让他劳死在那吧 其实在古代 流放宁古塔 顶多属于困难模式 真正地域级别的是上扬包 有机会啊 咱们再一起扒一扒这个上扬包